年僅13歲的台灣網球好手曾俊興 以直落二的夾擊擊敗俄羅斯的種子選手 勇奪歐洲少年網球賽南丹冠軍 成為賽史上第一位獲得這一項夾擊的亞洲人 外界認為曾俊興的潛力極佳 有望在未來的網壇上發光發熱 職業美式足球超級杯在台灣時間2號的清晨開打 一共吸引全世界上億人同時觀戰 冠軍賽由吸引格蘭愛國者對上西雅圖海英 雙方比數一度拉鋸 而最終是由老將領軍的愛國者 以28比24擊敗海英隊稱霸超級杯 希臘新任財務部長瓦魯費科斯 2號開始歐洲之旅 希望能在5月底之前跟各國達成新的債務協議 目前希臘債務總額高達2400億歐元 費科斯認為過去希臘借債成癮 新政府的首要目的是要戒掉這個毒癮 不再向外借貸 既然是親眼的 是個取消的 孔子 亦 既然是